咱们早上刚过来啊 这个匹马 刚才我爸喂的喂草的时候 说 我给他炒他也不怎么吃 然后没怎么拉屎 反正就拉了一滩屎 然后让我过来看看是不是 像这个情况啊 是属于正常的 因为他刚到一个陌生环境啊 刚到一个陌生环境 他不熟悉 吃的吃的少是正常的啊 包括这个马胆子特别的小 你看他还是在正常吃啊 证明他还是没有问题的 刚开始我爸说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 结症了或者啥的 赶紧过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才发现 你看 这马胆子上特别特别的小啊 不是一般的小啊 你看 而且他会划出那个身体 你看 人一靠近 你看 就这个段子 身上直接发抖 你看 所以像这种马啊 训练难度是最大的啊 训练难度是第二大的 第一大的是哪种啊 第一大的是 又是这个性格 然后脾气又大 就是又又攻击人啊 这种是最难最难训练 然后其次是这种啊 这种敏感度特别高的啊 这种也难搞 所以说咱们等一下啊 等一下 8点呃 现在是8点半啊 10点 我们10点钟准时开训啊 那边调调圈啊 调调圈在那边 我们牵到调调圈里开始训他啊 10点 想看我驯这匹马的啊 想看我怎么样把这匹马驯出来的 可以关注一下我啊 喜欢看我驯马的 双击关注 感谢支持